陳蔡先生 你好 你好 Lucy好 各位觀眾好 12月10號是國際人權日 中國大陸逃亡香港的歷史紀念碑 將在美國洛杉磯雕塑公園洛城 到時將會舉辦座談會和洛城典禮 陳蔡先生我知道你就是籌備者之一 我想問50年代到70年代 帶領中國大陸民眾為了躲避政權的迫害 和生活的困苦逃亡到香港和其他國家 一些歷史的資料計算起碼超過二百萬人 這件事其實都過了九月的歷史 現在在雕塑公園洛杉磯這個紀念碑 它的意義和詳細經過是怎樣呢? 這個在12月10號國際人權日 這一天建立這個大陸港歷史紀念碑 是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 因為我們知道從1949年開始到1980年 這30年期間是有超過二百萬人 是由大陸來到香港 在這二百萬人之中 有些是通過正常的手續申請來香港 但是也有很大量的人 是通過種種的偷渡的形式來到香港 很多內地的民眾為了逃避共產主義災難 是前哭後計的 前前後後有四次嚴重或者大規模的偷渡潮 他們根據這個大陸的一個學者 叫陳炳鋒先生的統計 大概有150萬人在這段期間 是來了香港 根據這個香港統計署的人口 那個統計來計算出來 那更加準確的數字呢 是應該是以這個在70年代末期 大概七八七九八年這幾年間呢 香港警察局的統計呢 就是當日這三年呢 就已經是有接近四十萬人呢 是逃港 那由於逃港的人呢 一是就被警察截到 抓了 一是他們自己去警察局自首 就是謀求取得這個合法的居留 所以呢 警察局的統計呢 就應該是很準確了 就是說在這個七八七九八年 這段期間 偷渡來香港的 本身都將近四十萬 那所以如果你加上 以前歷次的偷渡潮呢 那估計呢 一百五十萬呢 應該是差不多 所以陳永江先生這個估計呢 都是可以值得信任的 那這幫人來了香港之後呢 有些就在香港定居下來 有些人呢 就繼續向世界各地四散 那麼多年之後呢 很多人呢 都在香港也好 在外國也好呢 都已經落定了新根 發展到自己的事業 那麼直到最近期呢 就是開始有人覺得呢 就是當自己的事業有成之後呢 就覺得 開始緬懷這個過去跟他們一起逃港 但是逃中不幸遇難那些人的亡靈呢 所以呢就是在2012年開始呢 就開始有一幫知青 就是下來香港的所謂知青 大家知道知青就是上山下鄉 知青年上山下鄉 備受了很多這個艱辛的日子之後呢 來了香港之後呢 他們就開始發起一個有關知青問題的研討會 然後呢就開始討論 就是因為很多知青在逃港途中呢 是離難的嘛 所以他們就開始發起呢 就是一個紀念 這個逃港知青 離難的一個紀念碑 所以呢 我記得第一個紀念碑呢 就應該是2014年那樣的 就在香港的吉澳島那裡就樹立起上來 然後在當年的5月1號呢 就去拜祭 第一次去拜祭的時候呢 就有接近300人 就是租一條大船呢 出去拜祭的 但是呢 就是本來這個拜祭 是純粹一種叫做民間悼念形式 是當年的築友 他自稱為築友 什麼叫築友呢 築友你知道像棋裡面有個築 築築過河就是沒有回頭的 就是說他們是勇往直前 不會再回頭的了 所以他自稱為築友 那這幫族友呢 就發起這個見卑的活動 還有呢就是每年去拜祭 本來這些純粹是人道主義的一種做法 就是懷念一些死去的朋友 還有呢 是希望能夠銘記這段 造成大量之稱逃亡的一段歷史 所以我所知吉澳島當時是歡迎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那些知青 關於是 Little Die 不及過河先生那些人 那些疼愛的就是 我們要死戰 是川普的國安 這個群人這被人發射 問我 我講的 我講的 首先 我講的 還未能夠登陸 所以吉澳當時是歡迎他們去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每一年去都會帶來一些小小的生意 吃東西 買東西 而且是可以幫忙去拜祭那些亡魂 因為吉澳島的村民都迷信 那麼多人在吉澳附近死 他們都會覺得應該超渡一下 所以我據我所知 當時吉澳島方面的村民都是歡迎的 但是呢 整整一下 他們覺得不是很想他們去 至於為什麼不是很想他們去呢 就是因為可能是受到一些政治壓力 因為這件事呢 本來是一個很簡單的出發點 很純樸的一種悼念忘憂的行動 也是一個記載這段悲慘歷史的一個活動 但是正正因為它是記載了共產主義災難 它變成了就是今時今日來講呢 就對中共來講呢 這件是一件很刺耳的活動 是吧 所以就開始通過一些政治渠道 比如中聯辦啊這樣 就去跟吉澳那裡講呢 就希望他們呢 就不要繼續這樣去接受這敗祭 所以就變成了吉澳島呢 村民就表示 叫這幫族友呢 就不要再來了這樣 因為他們已經是受到有關方面的一些壓力 叫他們不要去 結果呢 他們就怎麼辦呢 他們就 這幫族友呢 就選擇去鴨州 鴨州呢 就在吉澳島附近的一個無人荒島 那我打算呢 你既然無人荒島了 那你管不著啦 是吧 所以就去了鴨州敗祭 但是呢 吉澳島方面的人呢 就提出 哎 鴨州在地理上都是歸吉澳管轄喔 你去鴨州 那也是就是 就是沖住 好像吉澳的樣子 如果你繼續去去去去去去去 去去吉澳拜祭 那麼我們吉澳一定會受到這種壓力的 所以呢 就是 鴨州都拜不成了 就是在這種情況底下呢 當時就有些族友呢 是想著隨著香港的政治形勢越來越收緊 香港的政治意識形態越來越大陸化的時候 始終會有一天 甚至乎他們要租船出海都可能成問題 所以當時已經有些卒有 省區在美國的卒有首先提出 不如我們在美國來建立這個碑 和在美國敗制 這樣就可以永遠不受政治壓力了 因為他們都擔心每年五一出海 有百幾二百 甚至有三百人 他們很容易說船隻超載等等的形式不讓你出海 或者是阻止你去租船 所以大家都想到有這樣的可能性 倒不如在美國這個地方建立一個紀念碑 雖然香港的卒有 據我所知這幾年都有繼續去拜祭 但是非常非常低調 就是不想引起吉澳方面的一些不方便 但是省區在美國的卒有呢 他們就回來之後呢 就決定在美國呢 延續這種這樣的拜祭活動 那麽有兩批 首先呢 就是東岸的卒有呢 就最早呢 是在這個新澤西州的一個霧原裏面呢 在一個霧原裏面 一個寧原裏面呢 就建立了一個 一個逃港之稱的這個死難者的碑 那麽西岸的卒有呢 就覺得呢 除了是招魂之外 就是東岸的那個碑呢 就是以招魂為主 那個主題 所以就黑了那些死難者的名字 然後請他們在這個寧原裏面安息 就是西岸的卒有呢 就覺得呢 就要紀念這段歷史 要奴記這段歷史 所以呢 他們就在這個 和這個西岸的加州附近的一個自由雕塑公園 陳維銘先生 一手扮起上來的那個雕塑公園商量 就在雕塑公園裡面呢 就建立一個就是永久的紀念碑 就記念這個大陸逃港歷史的紀念碑 這個紀念碑呢 就選擇在12月10號揭幕 那為了讓大家知道這個紀念碑的意義 那它決定呢 這幫西岸的卒有呢 就決定在12月9號 就是建碑 揭幕前一天呢 就在加州的一個大學裡面呢 就舉辦一場研討會 那研討會呢 就是會有 會請到這個林培瑞教授 英文叫做Perri Link Professor Perri Link 那他就會來做一個主題的演講 為什麼請Perri Link呢 因為Perri Link在前年的六四紀念裡面呢 寫了一首詩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要紀念六四 為什麼六四的歷史不應該被遺忘 那這個主題呢 就跟這幫西岸的卒有呢 是很契合的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要紀念大陸逃港這個歷史 為什麼大陸逃港的歷史不應該被遺忘 這個也是他們要立這個碑的一個很主要的考慮 所以他就請到Perri Link 來做主港嘉賓 Perri Link 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他在六四的時候呢 是幫助方麗芝 走進美國大使館 逃過這個共產黨的魔爪 然後呢 就是輾轉去到美國 而Perri呢 在中國的民運活動之中呢 也都是一直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 所以這次就請他們來做一個主題演講 就是突出為什麼我們不應該忘記大陸逃港這個歷史 這個演講完之後呢 就分兩個座談會 兩個座談會呢 就是主題就是以生命博取自由 本來自由是天賦人權之一 是吧 就是人生而自由 應該是這樣的 為什麼要用生命 要冒生命危險 才能夠取得這個自由呢 這樣 這就是會由幾位當年逃港的人出來現身說法 講出當年什麼政治經濟環境 為什麼要逃避他們呢 要冒著生命危險呢 走來香港 同時呢 他們會帶出一個主題呢 就是說 香港 是要感謝香港 因為香港提供了一個安身之所給他們 提供了一個最初的避風堂 避風港給他們 使他們可以在逃離大陸之後 在香港得到喘息 同時呢 都要感謝美國 因為美國的制度呢 是允許他們 自由地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還有這個努力 可以建立自己的事業 所以主題就是以生命博取自由 和感恩香港 感恩美國 那麼 跟著呢 就是 另外一個座談會呢 就是會由一些香港的朋友來講 講香港的變化 我們香港曾經是中國大陸 政治意見人士的避難所 這個百多年來的歷史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 由太平天國開始 到辛亥革命 到共產黨 國內戰 共產黨這個要推翻國民黨 這百多年來的歷史 香港都是不斷提供一個 政治避難所 給那些 在大陸受到政治迫害的人的一個出路 但是 很可惜 今天的香港 是要被迫向全世界輸出我們本土的政治難民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是一個令人很享受的地方 所以這個主題就是會提到香港近年來的 這些令人遠色的一個變化 這個兩場座談會之後就是大家結束了 然後就呼籲大家在12月10日去加州一個叫Yermo的地方 就是這個陳維銘那個自由雕塑公園的所在地 去參加這個揭幕儀式 大致上就是這兩天的安排 這個西岸的卓友就已經是組織所一個叫做海蟲會 海 海就是大海的海 蟲就是蟲樹的蟲 那為什麼叫做海蟲會呢? 就是預言就是大家知道蟲樹是長青 那海 它經歷了這個大海的精神都會長全的意思 那他們就是會由這個海蟲會發起這次這個活動 那大致上就是這兩天的活動就是這樣 自由公園錄成這個紀念碑 它的意義可不可以再說多一次? 就是這個時代 那 講到這個陳維銘的這個自由雕塑公園呢 我就想講講一件往事 在2009年 2009年就是柏林圍牆倒塌20周年 那當時呢 《海蟲時報》就派我去德國採訪 那我就順帶呢 就採訪完之後呢 就順帶在幾個東歐 就是前蘇聯的衛星國那裡呢 是走了一個圈 就是我想看一下柏林圍牆倒塌20周年之後 這些國家他們的政治經濟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每到一個國家都不約而同見到他們呢 是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災難博物館 那名字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的 但是呢 那個意義呢 都是一致的 就是要紀念 當他們這個國家 受這個共產主義統治期間 他們國家所發生的 過的一些人道主義災難是怎麼樣的 那當時呢 我就看完之後呢 我就覺得這一點是很震動的 那我就想 我們中國承受共產主義災難 是遠遠比東歐這些國家要嚴重得多 你就講非正常死亡這件事情 中國1949年以來的非正常死亡 如果按最最保守的估計都3500萬人 有些人還估計到呢 是去100千萬 那我就是我用最保守的估計 3500萬 3500萬其實呢 一定是不夠 是低估了的 我為什麼我去計呢 根據楊繼承的墓碑 它逐個院去調查所得 它匯總出來 大饑荒時代是餓死了3500萬人到3600萬人 這個就不是憑空抑測出來的 是它調查很多個院之後 將每個院那個年代的人口變動的情況匯總出來 得出大概是3500萬人 再加上這個公安部長羅瑞卿 它自己在它的報告裏面就列舉在建國初年 49年到50年 只是因為鎮反和三反五反幾個運動死的人是500萬人 這個是羅瑞卿公安部長的報告裏面 那就是說 單是這兩條數 3500萬的死於饑荒 再加上500萬人是死於鎮反 就是那條數最低就已經4000萬人 加上文化大革命和其他種種的政治運動而死的 有人高估是達到8000萬 這個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 可以說是全世界歷史上所謹建的 我們中國人受共產主義災難的嚴重程度 是遠遠高過東歐這麼多國家加起來的 但是很可惜 在我們的國土上面 從來沒有一座共產主義災難的博物館 我記得在改革開放初期 作家巴金先生曾經建議過 建立一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 收藏一些在文革期間 慘遭共產黨摧殘的一些事例 或者一些展品 但是都被中共粗暴地否決 所以當時我就想 什麼時候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面 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災難的博物館 什麼時候中國才有得救 當然現在大家看下去 這個是遙遙無期 就是不到共產黨臨台那一天 都沒有可能在中國的土地上 建立這個紀念碑或者博物館 所以當我看到陳維銘先生 在加州建立了一個自由雕塑公園的時候 我心情很振奮 雖然當時這個紀念公園 只是有六四一件產品 就是說一個坦克人 一個人擋住坦克的場面 但是都是一個開始 那麼多年來 陸陸續續有很多朋友 在很多朋友的努力下 這個雕塑公園已經逐漸形成了一些規模 它除了最早的坦克人之外 整整一下有鐵鏈女 大家都知道鐵鏈女的悲慘故事 有武漢肺炎的這場 由習近平領導親自部署的工作 導致全世界都受難的紀念 有香港的連儂牆 到現在又有一個逃港紀念碑的落成 整整一下這個自由飄索公園 就是會凝聚了所有有關中國共產主義災難 底下的一些各種類型 各種形式災難的一些展品 我就覺得這個很值得我們去支持它 因為它使得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國家曾經是怎麼受這個共產主義的摧殘 也都告訴我們 我們國家的災難 是要通過解體這個共產黨 消滅這個共產黨 這個災難才能得到平息的機會 到時都不需要有人問我 為什麼我們一家三代人都要逃避共產黨 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雕塑公園我覺得 就是在目前我們未能夠在中國大地上面 建立一個紀念碑之前 都可以寄託我們的愛思 還有提醒我們 時時刻刻提醒我們 就是共產黨 就是中國人民 災難的滿圓 當時警察都將那些預警者拖上卡車 就送去一個營地裏面 他們會避兩餐飯他們吃 第二天都將他們送回大陸 那麼不少的香港民眾就為了救他們 經常都會送一些食物 送一些水和食物 送一些水去這個地方 保護這些逃難的民眾 甚至是他們的親友 我看到這些信息顯示到 有不少的香港人 當這個卡車 要將這些人送回去的時候 他們躺在馬路上面 擋著那些車 不讓他們走 接著這個時間 就有大量的民眾 就跳到卡車 就走了 走回香港的市區 然後他們不讓避免到大陸 其實這些景象 現在回憶花 是不是都很感觸 香港人為了救中國大陸的民眾 真是付出了很多 你問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起我小時候 就是一些看到的情況 我覺得就是說 我小時候 這個 六二年 以前那些我太小了 我就印象都不深了 就是以前的逃港情況 六二年那次的逃港情況 我已經開始 因為我已經在讀中學 那時候我是有印象的 而我就是很喜歡行山的 就是中學的時候 行山的時候 就是遠足旅行 我經常去到一些新界 一些很僻遠的地方 現在當然不算僻遠 但是當年來講 是很僻遠的地方 我親眼看到 就是六二、六三年 就是在香港的東北 就是現在新界 沙頭角附近 那裡 就是孟生遍野的人 就是走到香港 那個情境 就是很令人 就是很不舒服 總之就是 降大量的人是要逃離香港 這裡有一幅圖畫 另一幅圖畫就是 小時候在尖沙咀火車站 當時的火車站還是在尖沙咀的 不在紅磡 在尖沙咀火車站 看到很多香港人是大包小包 用擔挑來擔 用手來拖 拖些什麼呢?拖些物資去中國 油、米、麵粉等等 大暑天時穿衣服穿到果精種 裡面穿冷衣 外面穿棉納 披一件大衣 大暑天時都是這樣穿 為什麼呢? 就是當這些物資、衣服回到大陸之後 去擺下了 逐件逐件拖下來 給在大陸的親戚 一幅新界東北的難民潮的這個場景 還有一幅尖沙咀火車站 大家排隊這樣 大口小口的帶著物資上車 是令我印象深刻的 這兩幅圖景 就是說 香港人從來都是很關心大陸的發展 香港人從來都是記掛著大陸的親友 中共從來都沒有向大陸的民眾宣傳 或者是講述在中共統治下 當中國民眾最困難的時候 香港人是千方百計的把物資送去大陸 幫大陸去渡過這個困境 當然大陸這麼大 香港都是杯水車身 是起不了太重要的 太大的作用 但是對於舒緩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機密來講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但是現在呢 剛才還有包括你講到 就是說很多民眾是自覺地去幫這些來了香港 就是偷渡過來香港的一些大陸的機密 或者給他們吃東西 給他們喝水 掩護他們 避免被警察抓 避免被送回去 這些情況都是當時報章上有記載的 當然我就沒有目睹了 但是當時報章也是有記載的 但是我目睹的就是盲山遍野的機密 他們沒有啊 不可能他們這些就跑的 決定 因為太過分目前幾天 當時就要知道我們知道 你看這些人很多東西之後 將大陸親人所需要的一些日用品、衣服、糧食 都用寄郵包的方式寄回去 郵包是當時香港也不是說十分有錢 很多郵包都是大家買一些布回來 自己縫製的郵包 當時也沒有地方去買郵包 自己回來是縫製郵包 我家裡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不斷寄一些衣服、乾糧、食物 給鄉下的親戚朋友 那個年代我這樣說幾乎每一家人都有這樣做 所以就是說香港人對大陸的感情 對國家的懷念 其實一直都是很深厚的 誰不知現在這個國安法通過了之後 動不動就說我們不愛國 動不動就說我們什麼反華 這完全是一種在強權底下抹殺歷史的一些卑鄙的做法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是很欣賞這幫卓友 他們為了要表達對香港的感恩 他們是願意出錢出力建立這個紀念碑 這個做法是很值得大家去尊敬的 以前的人逃離香港的捉油 現在看到香港的稅表 至少少了三十三萬 不斷的事實可能有幾十萬或者八萬左右的香港人都 廣逃到其他的國家 你說捉油的行動都可以見證到這一段歷史 現在離開香港的捉油是世界各地 你覺得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所以見證到現在大家由香港逃亡到其他國家的這一段歷史呢? 設計的那個研討會裡面 就有一位是前立法會立法局的議員 會出來認真說法 就是他會說他香港近年的政治環境的惡化 是怎樣逼使很多香港的朋友要逃離香港 所以研討會上面的第二節呢 主題就是從逃港到港徒 逃港就是指大陸的人逃離香港 是找香港做這個政治的避風港 所以說港徒在香港現在被迫 香港人本身被迫逃向這個世界各地 那麼這個變化呢 就是很值得我們去深思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 那麼這件事情呢 其實從逃港到港徒呢 就令我想起一個年輕的媽媽 她在佔領運動的時候 她問我一個問題 她問為什麼我們一家三代人都要逃避共產黨 她說她爺爺在1949年因為逃避共產黨走來香港 她爸爸在1989年因為逃避共產黨 又帶他們一家離開香港 當然她後來回流 但是現在又輪到她要帶著小孩逃離香港 那她問我為什麼我們一家三代人都要逃避共產黨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很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的 為什麼共產黨執政以後 香港 中國人也好 香港人也好 都要不斷逃避共產黨呢? 根據陳炳光先生的統計 由49年到現在有幾次的大逃港潮 而我們香港最近這一兩年接近三十萬人逃避香港 那為什麼我們民族發生什麼問題呢? 為什麼我們中國人要不斷逃避共產黨呢?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每一個中國人可以深思的 難道我們今後我們子子孫孫都要不斷去想方設法逃避共產黨呢? 你看現在走線活動這麼猖狠 走線的人寧可經歷千山萬苦 苟死一生 越過中南美那些熱帶雨淋 懸崖峭壁 甚至乎在途中遭遇種種粗暴的對待 都要離開中國 走來美國 就是說呢 由49年開始到今天 中國人都不斷在這裡逃避共產黨 所以這個問題呢 是很值得我們去深思 有什麼辦法 我們中國人 有什麼辦法可以 不用過著一些不用逃避共產黨的日子呢? 當然唯有就是 解體中共 消滅中共 我們才可以 才可以避開這個逃亂的一宗宿命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紀念碑 之所以有價值的地方 就是紀念 我們為什麼中央要不斷逃避共產黨? 有百多萬或者二百萬人左右的人 就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 在一種意識形態上 就完成了一種反共的力量 包括六四的時候 帶領香港去救那些六四的 那些學生 現在都差不多有 好像陳翔說 幾十萬或者一百萬左右的人 從香港逃到其他國家 那這種反共者的力量 你又怎麼看呢? 中共就是經常說 香港人是危害國家安全 它連這個 早在1983、1984年 它在內地 當時已經是改革開放了 已經是鄧小平復出 通過關於黨的歷史問題的決議 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1984年的時候 還來一場清除精神污染 這個清除精神污染呢 它就說 為什麼中國有精神污染 就是因為香港還沒有解放 香港的意識形態一直在影響大陸 所以呢 為了要清除精神污染 我們必須要關閉藍風槍 這句話呢 就是當時在1984年的時候說出來的 換言之呢 中共即使在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之下 它仍然是香港為威脅它政權安全的地方 就是說它內地有階級鬥爭 就是因為香港還沒有解放 這些論調 當然現在看來是非常荒謬 但是呢 當時來說 我們覺得很荒謬 但是呢 殊不知這種論調呢 一直延續到今天 都認為呢 是這個接令運動啦 反送中運動啦 都是香港的意識形態呢 是威脅中國大陸的政權的安全 需要加以鎮壓 需要加以鎮壓 那它從來沒有將內地的問題 看成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所造成的 而往往就將這個內地的問題呢 看成香港的意識形態對它造成的威脅 那你就變成了呢 就是不但你的診斷錯了的時候呢 你就不但不能夠改變你大陸經常出現問題的原因 那個基本原因 反而呢 就會採取很多錯誤的政策呢 所以我覺得呢 就是它當然它今時今日 會將香港的 前幾年的這個抗爭呢 看成呢 就是香港人 由於有百多萬人是從大陸走爛到香港的 所以他們的意識形態基本上是反共 它將這些問題呢 是歸咎為香港人的反共 意識形態 而不歸咎為去檢討它自己的政策 怎樣導致香港人的不滿 是吧 你無緣無故將50年不變的承諾 一手撕毀 然後呢 你中英聯合聲明 這這麼莊嚴的國際協議呢 是單方面宣佈它們過時的 這些這樣的政策 才是導致香港人不滿的根源 不是說香港人 生學下來就有反共意識形態 是因為你的錯誤政策 是迫使我們香港人反抗 很可惜它是從來不看到它自己的問題所在 是吧 你譬如說 無緣無故在1984年提出 這個香港是中國階級鬥爭的源流 就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解放 所以我們一直都想說盡早解放香港 現在就是實際上做到實際上的解放香港 將這個國安法強加給香港之後 讓到根捉大陸了現在 當時來講它為了要關這個藍風槍 它怎麼辦呢? 就是說要再下令珠江三角 周一大的老百姓 全部要拆除這個所謂的余骨天線 大家知道80年代余骨天線是 珠江三角周一大的民眾 接收香港電視的主要的渠道 他就說這些是污染了大陸 所以下令拆魚骨天線 拆魚骨天線他有說法 就要關閉南風槍 誰知道廣東省有一幫人 就覺得這種政策是很錯的 所以他們辦了一份雜誌 南風報辦了一份雜誌 就是叫做南風槍 南風槍這個雜誌的名字 是沖著左王鄧力群 他就提出要關閉南風槍 廣東省一批當時改革開放意識比較強的媒體 就特意辦一個雜誌叫做南風槍 就是繼續鼓吹改革開放 鼓吹要取消一種禁錮性的意識形態 所以你從這個看見 就是這個對中共來說 他們一直視香港為他們的 威脅他們的政權的來源 所以這時候你看他這樣用國安法來摧毀香港 正正是他們這種對香港深刻畏懼的一些表現 對香港一些非常之錯誤判斷的一些結果來的 啊 接下來 ге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